大家好,大叔的眼睛诺周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款国外的一个B型车设计 这款B型车呢,是个五座车 大家看,前边,正副驾驶 然后,后边有三排,连排的长沙发 中间一个小桌板 正副驾驶旋转过来,可以作为一个小型会客厅 在一起吃饭,娱乐都可以 它的亮点在哪呢?在后边 这是一个拐角的7字型或者L型的厨房 水盘,灶台,或者是冰箱 你看,这么大一个设备,有很好处 首先它切菜方便了,烹饪方便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厨房啊,太小了 做东西啊,都是挤挤叉叉的 必须要搬到车外,它这个不要 它这个呢,在车内就可以解决 哪怕比较复杂的菜都可以 好,这个地方呢,依次可能是个锅柜子 为什么是斜的呢?它是为了考虑这个锅道 这是衣柜 后边呢,是卫生间设备 淋浴设备 这是个马桶,这个马桶上面还能挂衣服 然后用个软的帘子 把它隔断 这边呢,是洗手的,淋浴的,一为一体的龙头 这个也是个折叠的了 后门打开还可以通风 这是后门 这个是中门啊,这个首先说一下 这个是中门 这个分工多明确,是吧 做的地方和厨卫有效的分开了 也可以算是厨卫后置的一个方案 而且把厨房功能进一步放大 同时保证了我们的幸福感 所谓的幸福感呢 饮食很关键 饮食好不好啊 你的厨房很关键 我们发现啊,很多国外 他们那个厨房都特别大 有人说西餐没那么复杂 为什么那么大的厨房 我们中餐挺复杂的 为什么有时候一口锅可以炒好多菜 他们那不是啊 一口锅只能做一种菜 他做过一个菜啊 一顿饭下来啊 可能有好几种锅 光那些杯子都摆好几种 有红酒杯 有白葡萄酒杯 香槟杯 还有喝水的杯子 厨房大了 幸福感就增强了 这是白天的行车情况 好了 要睡觉吗 我给大家看一看 好,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晚上睡觉的情况 前边这块 有一张床 哪来的呢 吊床 或者是翻转成设计 它应该是翻转床 中间有折皱 这是一个小高顶 它一铺下来 人就可以上去睡觉 底下的座位不用动 只把它降下来 铺好床就行了 有人说那叠被子 你也可以不叠嘛 像身线床也可以不叠被子 这样睡觉多好 即使有人半夜想上洗手间 也没问题啊 也不想下 也不要从一个人 从另一个人身上爬过去 才能上洗手间 直接下就是了 当然了 如果高度允许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用梯子的 否则的话 可能还要加个梯子 这个可以根据车的高度 和自己的身高来取舍 你像我那款车 本来也有梯子 我把梯子都撤了 挺占地方的 通过这个呢 设计呢 我不能看出 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设计 打破了传统的那种 固定床的设计 我看了很多外国人呢 外国的B型车设计 他想要大床 那就不能有固定床 想要大的灶台 大的卫生间 那和固定床是矛盾 要么就取消卡座 正规卡座 要么就取消固定床 这个呢 就是采取了升降床 或者说是折叠床的形式 当然了 它也可以做个升顶 也可以做个升顶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